您好 欢迎收看3月11号大安午安新闻 我是刘芳宇 中休假期 有计划往户外走的民众要特别留意空气品质了 尤其是中南部的观众朋友 大气扩散条件不佳 空屋指数还是居高不下 白天的时候阳光普照 晴朗好天气 却也强化了光化作用 尤其在中午过后 中南部的臭氧浓度会上升 整个西半部都是您看到的橘色提醒等级 而明天同样吹的是偏东风 西半部位于背风侧 也就比较容易累积污染物了 等于假期这两天 外出都还是要戴好口罩 风场上来讲都是比较吹偏东风的状况 而且风力上来讲都是比较偏弱的一个情形 所以在西半部地区的话 其实整个扩散的一个条件 说是比较不良的一个状况 礼拜天开始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 其实随着这个冷光气逐渐燃下的状况之下 特别是白色这一条的一个 北台湾的一个温度曲线来讲的话 在礼拜一的时候跟前一天有25、26度的温度相比 大概在礼拜一的时候 大概就只剩下在16、17度这样一个温度 所以整个温差上来讲算是比较偏大的一个状况 像是在北部地区跟东半部地区 这样的情况就会逐渐的明显起来 天空雾蒙蒙一片 今天一整天西半部空气品质都不太好 橘色提醒 中张头、云林、加戒、台南六个县市 达到了橘色停行等级 提醒过敏族群尽量要避免户外活动 加强防护 到了明天的晚上 大陆冷气团南下吹散污染物之后 中部以北的空品才会逐渐的好转 但仍要留意温度的变化 降雨几率也会增加 空雾的成因有很多 除了风向、风速、境外污染物 还有包含人为因素 彰化一家木材堆放厂就发生火警 堆放的都是易燃物 火势迅速蔓延 烧了四天还是控制不住 目前厂区都还是有火苗闷烧 消防队紧急开挖了蓄水池就近灭火 但火警已经让当地的空品相当的不好 一旦是人为酿灾属实 就会依法进行开发 熊熊火焰不断窜向天际 从空中两看 木材堆至常火光冲天 堆至的木材大约有四层楼高 由于都是易燃物 火势一发不可收拾 净百位井易霄接力用水柱灌疚 无奈现场堆制的木材太多 加上延烧面积太广 火势从黑夜烧到白天 难以灭火 担心内部余境继续闷烧 消防队调派四辆挖土机 临时挖了一座蓄水池 把闷烧的木材挖出来泡水 确认余境被扑面 工程好大 火势持续闷烧 浓烟影响空气品质 彰化县环保局表示 将会同消防局建设调查 是否人为蔬食酿灾 会以空污法开罚 大爱新闻 彰化综合报道 空污的影响远比想象中的大 最新刊登于医学期刊 刺客针的研究报告 全球99%以上的土地 PM2.5浓度都超标 等于全球只有0.001%的人口 呼吸的空气是安全的 至于空气最糟糕的国家 还是集中在南亚以及东亚 平均每一年会有 九成以上的天数 空品都不太好 就带您从中国大陆北京 雾霾遮天的现场看起 地标建筑蒙上一层黄沙 摩天大楼也消失在阴霾中 空污和沙尘暴侵袭 中国大陆首都北京 空气品质亮红灯 PM2.5浓度远超安全值53倍 数字来到800 就是对眼睛不太舒服 然后对我的呼吸道 可能不是特别的顺畅 因为我也有鼻炎 然后对嗓子也不是特别好 权威医学期刊刺科针最新研究显示 地球上几乎所有土地 都暴露在WHO认定的 PM2.5安全值以上 全球只有0.001人口呼吸的空气达标 放眼全球 七成以上天数PM2.5浓度超标 尤其东亚和南亚最严重 摊开地图 年度报表显示浓度最高的区域 聚焦在东亚 南亚和北非 野火家具是20年来空污飙高的主因之一 科学家解释 其实空污有季节性 中国大陆和印度的冬季化石燃料量增加 即巴西夏季火羹 通通让空瓶指数节节攀升 那边会说统计 空污每年造成700万人过早死亡 未来世代能否重拾大口呼吸的权益 俨然你成为眼下重要课题 带新闻落泽进编译 环境议题错综复杂 法国则是因为全面性大炮工 引发了垃圾围城 主因就在于法国政府拍板定案了 把退休年龄上调到64岁 现在从练油厂到大众运输 通通停摆 包括在社会面的瘫痪 经济大受打击 还有与民生相关的 现在连花都 巴黎 可说是花容失色 因为少了清洁工人收取垃圾 满大街都是浓浓的垃圾臭气 想把巴黎铁塔收进眼里 却怎么也避不掉满堆垃圾 还散发出浓浓臭气 有花都美名的法国首都巴黎 成为人人避之唯恐不及的垃圾之都 狭窄街道上 不仅要注意来往车辆 现在还得想尽办法避开垃圾堆 垃圾桶满到装不下 如何处理垃圾是居民的美日难题 清洁工人反对退休金改革 持续罢工 政府与工会没有交集 垃圾成灾怎么办 可能暂时没有答案 不仅在巴黎 法国各地兴起全面新罢工潮 造成炼油厂瘫痪 火车停驶 航班取消和学校停课 人民生活一团乱 恐怕还得维持一段时间 戴新闻王家正编译 不只是罢工 全球这几年的确是饱受极端天后威胁 天灾的强度与治灾程度 也就越来越大了 好消息是总算可以稍稍喘口气 这是美国NOAA的宣布 连续三年的反圣鹰结束 反圣鹰现象结束之后 预计未来几个月 全球的天气会属于比较稳定中性的状态 代表太平洋中部的海洋温度 对于全球天气模式的影响会减弱 等到今年的夏末或是秋初 圣鹰现象才会变得更突出 将会对北半球今年下半年之后的天气模式 产生剧烈的影响 焦点再回到台湾 器官捐测的风气渐长 但仍有很多的病患及家属 苦苦等待一线生机 新美市有一名37岁的林女士 从更年轻的时候 她就因为肾脏衰竭开始洗肾 也开启了漫长的等待之路 希望有朝一日能够换肾成功 去年先生意外恼死捐出了可用器官 无私大爱也让林女士提前获得了 肾脏移植的机会 这是因为台湾相关的法律保障 器官移植的优先顺序 除了会依法依照您的重症比例 还有年龄以及等候时间 如果患者的配偶或是三等轻之内 因故去世 又捐赠器官一爱人间的话 就能够让患者本身的排序 再提前提高器官移植的几率 37岁的林小姐刚完成肾脏移植 过去因为糖尿病导致肾脏衰竭 洗肾治疗也等待患肾 去年他的先生因为脑末流破裂 导致脑死 虽然不舍但人均器官一爱人间 四个月后他提供资料 上传弃绢中心 三天后就接到可以移植的消息 器官移植要考量血液 基因等因素 若家人曾弃绢 排序则可提前 他如果六间都完全好 我们叫做Zero mismatch 就是无错配 无错配的话 他就可以得到比较快的 比较高的顺序 他有配得到一个 我们觉得还可以 有两位同时相同条件下的等候者 但是如果有一方 就是他的三清等的家属 或是他的配偶 就是有做捐赠的话 受证者他会比另外一方 还有优先权去可以取得 手术过后林小姐恢复良好 与家人也签下弃绢同意书 现在受到别人帮助 未来也希望有机会 能够帮助有需要的人 大爱新闻黄金言 郭家旭台北报道 下段新闻关注到 AI新时代 也能够提高环保回收 分类的效率 一只智能机械手臂 抵用了好多名人力 休息一下回到新闻现场 在这边 别以为或是丹丹 就能扬入虎空 手机 模糊也能回头 当我坐在船窗边 朝和尚望去的时候 突然一片骚乱 原来是船上厨房 逃脱了一只家禽 正狂乱地朝对岸逃去 无情地追击者 抓住他的脖子 兴高采烈地将他带了回来 我告诉厨子 我的餐食 什么肉都不要了 如果我们虚心承认 人类不是唯一具有个性 不是唯一能体验喜悦悲伤 痛苦绝望的动物 我们就不会高傲地将剥夺动物生命 视为理所当然 我们吃的肉是恐惧痛苦死亡的结果 我从此不再吃肉 可以跟我做朋友吗 可以带我回家吗 请告诉您的孩子 葡萄长在树上 但香肠不适 观看 既然告别如毛银血 就不应吃肉才对 见其生 不忍见其死 闻其生 不忍拾其肉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 AI人工智慧逐渐取代了许多劳动性工作 缓解缺工也能够提升效率 新闻市环保局就善用了AI智能手臂 而这只机械手段时间之内 能够辨识出四五种不同的分类物 提升了分类的效率 眼前的AI智能手臂 已经从去年的第一代升级到现在的第二代 透过人员操作电脑 向这条产线负责抓取纸容器 另外还可以透过设定 辨识铁铝罐塑胶类等等 十七大类的资源回收物 提升效率一年可处理2500吨 手上平板直接遥控智能运作 搭配少量人地让分类更精准 至于这一台不起眼的蓝色机器 更扮演大工程 眼前这一台它是一直在学习 对 它一直在学习 学习就是说我们还有多少支收物 或者是我们在建立图库 我们都是用这一台 那它就要收集上百万张的图库 对 然后去认定它是 是我们需 我们要检选的那个支收物 这是我们那个全国 第一个就是资源回收场 然后用AI的智慧手臂 经过19个关卡才总算上车出货 整个过程就怕碰上这个 就是卡式乌的那种瓦斯罐 还有我们的那个就是锂电池 充电那个行动电源 这些干电池能够把它尽量单独分类出来 交给清洁队员 那混在里面的时候 它埋在支收物堆里面就容易着火 大型AI资源循环基地 位于五谷夏绿地 每年可处理五谷三重炉舟 约1.2万顿家庭回收物 结合智慧建筑 化身为新北重要的环境教育场所 台湾小智杰 李明华台北舞蹈 说起回收 瓷激式绿色循环不可或缺的一环 环保志工也长期在新北市细致工业区 与各企业厂房建立回收的好默契 其中的一家公司因应转型结束了经营 把办公室里头所有设备通通捐给瓷激 物尽其用也是另类的循环经济 现在就桌面上等一下我把它打包 所以到时候你们一进来就拆这个 弹工家具一件一件拆卸 要帮他们找到新主人 这个影印机还是可以用 这个你可以设定 只要换烫乳就好了 公司负责人环保祈福 物尽其用不浪费 我们在清厂房的时候 所有我们现有在用的这些物资 把它全部贡献出去 这些可用的资源 希望说跟有缘的人结善缘 这个真的在做工程也可以用 你看看 对啊 这个是我们 都不用用新台币 每次输任务都要做到最好 此具志工曾经到隔壁公司 回收资源 给人留下好印象 促成了这一次的姻缘 我那时候去隔壁厅 我都把锅子很清晰 因为他们的清洁员都很高兴 我们就有这个口碑了 可以回收的我们就带走 然后不可以回收 我们帮它整理好 拆下来的东西 把它排列整齊 都要带就帮帮帮帮帮 好 这样 系史金司堂与环保站 最近落成启用 办公用具刚好派上用场 继续发挥功能 大爱新闻征战美制工 叶庆红 吴真香 台北报道 援助土恤强震 在台湾共善的方式 包括手作馒头及萝卜糕 意买 好滋味是爱的飘香 半个月来 新店金司堂厨房 当时灯火通明 制作馒头 萝卜糕等点心 要募集善款 援助土恤强震灾民 我们两组合起来 就要师兄师姐来帮忙 萝卜糕或是馒头 或是面各搭 我们就没限制的 那个就是 要多少我们就给多少 有健康的时候 要快来做 平安的人 要快来帮助 不平安的人 他们是在原本的 勤务结束后 再接力 就连228廉价也不休息 接不完的订单是最大的动力 这家科技公司就订了370份 慈祭要给我们这样一个机会 让我们就是可以把我们这个爱心 就借由这个慈祭一起送出去 在北山龙山寺做志工的两美猪 则是亲自送来馒头 要约大家来共善 谢谢 来 我馒头跟你的结缘 好吃啊 悲心 愿意 让这个图的气 能够顺利的这个重建 这个只要看到我们 自己的不善 就让我们大安心 善念共振 五谷的武功福人社 实业家有爱 邻居善念为灾区重建 再加一份力 自己公司都监了100万 号召员工坚持一日所得 来帮助 作为一个企业家 我们应该赌到世界的质栏 我们应该无分彼此 无分离我 要站出来 来帮助其他国家 戴来新闻知识美之宫 台北综合报道 镜头带来到马来西亚 季风雨灾今年特别的严重 好不容易得到积水退去了 但很多都是独居长辈和弱势家庭 无以为继 此际人准备了安心祝福包 逐户分耸 社区街道全是积水 这里是南马柔佛州的永平 大水持续一个星期了 灾矿没有改善 那边的水位已经升至到腰部了了 所以现在是蛮紧张的 老很多居民一出来了 就到这个潮池市场去买那些物品 所以物品也是被他们抢购一空 家园被淹了 居民望天心探 但清理工作得抢时间完成 谁退了志工进入社区勘灾 一批人张罗采买物资 另一批人则准备热食 他们正在打扫的时候 是真的没有时间去准备热食 在他们清扫的时候 我们应该会一直陆续供应 志工勘灾后 立即着手物资发放事宜 在八珠八峡联络处 每个物资包都有大家满满的爱 有一些马来自爱民的话 他们会比较敏感 可能他们需要看到 有那个哈拉的那个字眼 所以我们会特别就是 安排给马来户 是有哈拉自己的东西 就在灾民忙着清理家园的同时 志工及时送上祝福包 无助的心仿佛有了依靠 很多人都会来帮助 因为他们都会帮助我们 因为我们也会懂得懂 我们都会帮助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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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助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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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家园诊断还需要一段时间 但有志工的陪伴 受灾居民不再彷徨 也能好好度过眼前难关 达爱新闻 真上美志工 马来西亚报道 慈济深耕东南亚 另一个国家印尼 近年来的主力发展 包括提升医疗品质 位于亚加达的慈激医院 进行了院内首例的造血干细胞移植 作为全印尼各级医院的最高行政官员 卫生部长布迪二度拜访慈激医院 除了了解医院运作一年多来的实际情况 还要看看即将启用的 骨髓干细胞移植病房 在印尼以往血癌患者 只能到临近国家新加坡或马来西亚就医 不过下半年 印尼慈激医院启用骨髓干细胞移植病房后 血液患者的治疗将省下大笔经费 印尼慈患的创新技术和设备 除了卫生部长关注 国防部长也感兴趣 期待能有更进一步的合作 此次医疗更上一层楼 服务范围更阔大 守护更多患者的健康 待新闻菲恩泽发加尔印尼报道 英国则是遭遇到极地冷气团来袭 大雪纷飞 原本预告3月20号就要迎接春季了 现在英国各大媒体和民众都在问 我们的春天到底去哪了 受到命名的冬季风暴拉里萨影响 英国部分地区火车停摆 学校关闭 还有司机受困公路 每小时强风高达有80公里 相当于青台的威力 这已经是英国一周之内第二个风暴来袭 以上就是这一节大爱武安新闻感恩的加入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节目 志为人一 守护爱 我是刘芳瑜 祝福您全家 周休假期愉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